那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根据这个图 我们原本是一个Navigation 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Protect Picture的一个处理 Navigation我们最后做好不好 然后我们先做Protect Picture的处理 这个基本上是要在Photoshop里面做的 我之前有讲过要先在Photoshop里面 把所有的Protect Picture都做成同样的大小 才可以把它带进来 所以我在Photoshop里面要来做这件事 首先呢究竟要多大 那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好了 所以基本上是1200 那个Hight呢自定 那我大概是放600 然后Resolution是72 所以1200、672 如果你是希望它就是很大的话 那就做这样子的一个设置 好那因为你们有拍Protect Picture 我没有 所以我在网上找了一些 我觉得还可以用的照片 例如说这张好了 OK 我就把它带进来 这个size不对 所以呢我们试试看放大 看它的画质会不会变得很差 好同学在放大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按着Shift Key 用比例放大 你千万不要这样子拉 或者是用这样子 它会整个跑行 OK 所以呢同学 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OK 放大缩小是必然的 然后千万不要破坏掉它原有的那个比例 然后有一些部分 有些部分可能会被吃掉 没有关系的 OK 好这样子就是我的第一张图 所以这张图呢 就会是我的一号 所以File Save As 好我要去 刚才呢 我们的这个Images 这个地方 好 在Images里面 是一个JPEG 好 所以 我就这样子来打 好 第二张图 再来 这张好了 刚好 那我就把它Save As 那个二号 它也是一个JPEG 不是JPEG 两千是JPEG 二号 Save 再来第三张 好 我大概Save三张就好了 好 那基本上 那个Carrusso 它原本就只有三张图片的那个设置 如果要更多的话 当然我可以教你们啦 就是说 它基本就是三张 OK 在轮替 嗯 再来呢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 我可以开给大家看 嗯 刚做了什么 OK 它不在 File Open OK 我们刚刚做的就是这个Picture 1 2 然后都是JPEG 那刚刚 同学如果做的这个你想要Save一个档案的话可以 Save成Photoshop 然后刚才所有的那个图层都会在 但是请你Save在别地方 就不要放在这里 因为万一你放上网 这个PSD 它的这个包在这里的话 它会加重整个website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东西就不要放在这个microsite的这个范围里面 就是这样的意思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Dream River 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东西就是那个carousel或者carousel sorry carousel或者是rotating banner 那基本上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要开始 可是呢 万一我们要打一些code的话 OK 我们需要有一个 地方可以打 然后我们不可以改变它的这里的任何东西 所以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 这里你不需要明白 你跟着我做就好了 OK 所以source 基本上我们要开一个newcssfile OK 这个file是link的 然后它叫做main 就是这样 好 做好了 然后它就在这里 OK 如果我们接下来要打那个css的file的话 它就在这打css的coding它就在这边 那每一次save的时候我们要去file 因为有很多东西要save 你就叫save all 好不好 所以记得你的html只有一个file叫做index 然后呢你有一个cssfile叫main 这两个东西是你自己控制的 其他都不关你的事 好 那我们回到save code的部分 那如果你来到insert这里 在bootstrap component里面呢 这里有很多可以选的 那其中一个我觉得很好用的就是这个carousel 我们可以试试看按这个 OK 按了之后呢 你的carousel就会被放置在这个部分 哎呀出了一点点问题 没关系 我们下一节就是 好像没有放到对不起 所以呢我按一下 OK 按一下carousel OK 对不起刚才没有按到 好 我按一下carousel 然后呢 它有出现几个东西 OK 这是一直出现的东西 这是问你 问你什么 要问你 请问你现在在body里面 你要出现在什么东西的前面后面 还是包住它 还是在里面 我们现在选里面 出现在body里面 所以看到吗 它已经出现了 carousel first slide heating second 什么等等 这个你先不管它 那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首先 有没有看到这边ing就是image的意思 点一下它旁边的这option 然后呢 OK 你可以看到它有first slide second slide 这样子 first slide呢 你就选择image picture 1 OK 然后 这样子就好咯 这样子就好咯 make image responsive OK 好 然后 这个 选它 这是second slide 选择picture 2 open 也是一样 make image responsive 好 再来第三章 好 再来第三章 open 然后 make image responsive 好 现在你就做好了三章那个 responsive image的这个设定 我们去save一下file save all 然后呢 OK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 所以你可以按这个 我们选择google chrome 所以呢 如果你在google chrome里面看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你的那个website的那个上面呢 就会出现类似像这样子的画面 因为live基本上就是跟 就是在模仿你在website上面可以看到的样子 那下一节我再教大家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carousel或者是rotating banner的话 还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到不同样子的我们来看一下